好,所以我們上捷克所講到的這些方法 其實都只能夠量測到平均的血流 那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知道 每一條血管它的瞬間的速度是多少 因為這更能夠反映血管的一個健康的情形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有什麼樣子的方法來做 那第一個方法你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名字,Electromagnetic Meter 代表它其實是跟我們的電磁效應是有關係的 其實就是我們的電磁流量計 Electromagnetic Flow Meter或是Flow Metric 那它所利用的原理是什麼呢 它其實利用就是法拉利的定律 法拉利其實很多定律,還蠻厲害的 可是電器的同學可能聽到後來會有一點受不了 那總之我們還是要把它提出來講一下 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說呢,如果現在背景有一個磁場 然後呢,你讓這個磁場呢 有一段導線在磁場裡面移動的話 OK 這個導線如果它今天在磁場裡面的時候 它會受到,禁止不動的時候 它會受到一個力,叫Lowin's Force Lowin's力 但是如果它在移動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電動式 OK,由於動作而產生的這個電動式 感應而生成的這個電動式 這個電動式的大小呢 會跟你的磁場會成正比 磁場越大,產生的電動式越大 跟你移動的速度會成正比 速度移動越快的話電動式也會越大 OK,所以它跟這些東西是會有關係的 那這個現象跟我們的血液流動速度到底有什麼關係 原因是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血液包含體液或者是身體的組織 其實因為含水量很高又有游離的這些離子 OK,應該說又有這些離子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電解質液 很好的電解質液的意思就是說它有導電性啊 直接一點,它其實跟導體是非常類似的東西 它導電性夠好 是像這樣子的導體的東西 所以呢,如果我們能夠在血管上面 施加外加的磁場 OK,那你的舞台就等於搭建起來了 就跟我們B行裡面所講的狀況一樣的 既有運動的導體 或是運動的導線 其實就是我們的血液一直在動嘛 然後呢,又有磁場 這是你外加的,你可以控制的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能夠量測到 因為導體的運動 因為血液的流動 所產生出來的這個電動式 那我們就可以去回推 血液流動的數據到底有多快 OK,Roughly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到 就是這個電動式到底會產生在哪邊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血管 以及外加磁場的一個示意圖 這根圓柱形就是我們的血管 血液流動的方向呢 就是這一個方向 我們用意义來表示 這是血液的流動方向 可以一直有血液往這個地方流過來 然後呢,磁場的方向是由上而下施加的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你所產生的感應電動式呢 會同時垂直這兩個方向 也就是說呢 在這一個流動 以及磁場的平面的法線方向 OK,所以再來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 橫跨血管的這個方向 因此我要怎麼去量測這個感應電動式 我就在這兩個方向 上面的血管邊緣 各自去attach一個電極 那我去量測這個電極的壓差 那就是等於量測它的感應電動式囉 對不對 那這個產生的感應電動式呢 或者是說它其實是Electromotive Force 這個東西呢,EMF的大小呢 大致上可以用右下角這個公式來說明 OK,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血流的速度去close磁場的方向 磁場的向量 OK,在這個例子裡面 血流的速度是怎麼樣 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假設它是 由右下往左下這個 這個流出 我們的頭引腹墨這個方向 然後呢 我們的磁場方向是什麼樣 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所以close磁場以後的方向是在哪邊 外積磁場的方向在哪邊 是在這個方向 往磁場的方向 OK 所以在你大拇指的方向這樣子走 或者是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用大拇指表示血流的方向 用四肢手指頭表示磁場的方向 OK 那你的掌心的方向呢 就會是EMF的方向 感應電動式的方向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這兩者 看 所弄出來的這個向量方式是一樣的 OK 好,那 不過不要忘記了 它必須要沿著這個導線的部分呢 再去做一個積分 這個是向量的內積 那DL是什麼呢 DL就是在這兩個電極之間的距離 因為在這每一個小段 每一個片段都會產生一個小小的一個電動式 那我們 從這邊量到這邊相當於把所有的電動式都給串連起來 所以它是一個積分的關係式 所以換句話說 它其實是這兩個電極之間的長度 也就是大概等於你鞋管的直徑 OK 這樣可以齁 那在這個公式裡面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是沿著這個路徑下去做積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 積分式子裡面的U 積分式子裡面的話 包含了一個血管的流速 包含一個磁場的強度 對不對 這一個血管的磁場的強度 假設我們今天在外加磁場 夠均勻的狀況之下 每一小段 所感受到的磁場強度 suppose應該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東西是怎樣 如果它們兩個是互相垂直的狀況之下的話 這個B是可以被提出來的 沒錯 因為它不會在隨著不同位置而改變 此外呢 假設我今天要量測的是 鞋管內的平均流速 所以換句話說 在每一個點裡面的速度 可能roughly大概是一樣的 請注意一下 這個假設其實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問題 因為應該是鞋管中央的速度最快 周邊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但是 我只是想要得到一個平均流速而已 我不需要知道裡面的最高流速是多少的時候 那這一個也是一個 相對於這個L這一個 函數來說 它也是一個常數 所以呢 它在滿足所有的條件之下 假設它不會隨著位置變化 而且它們兩個互相垂直的狀況之下 誰互相垂直 鞋管跟你的磁場互相垂直 的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通通都提出來的 它會變成這個簡單的連層次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個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嘛對不對 你是不是知道磁場的大小 那這一個就是你鞋管的直徑嘛 你要量它你當然也可以量測出來 它到底有多寬嘛對不對 最後呢這個1量到的是什麼 是兩個電極之前所接收到的電位差嘛 所以這三者都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 鞋管裡面的平均流速是多少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今天的這個磁場加的越強的時候 你量測到的電動勢就會越大 鞋管越大條的時候 你量測到的電動勢也會越大 速度流的越快的時候 你得到的電動勢也會越大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像完美對不對 但是沒有東西是完美的 因為考慮到現實之前 我們剛剛說過的體內的組織裡面 通通都是導體 然後呢我們體內的很多系統裡面 它也會產生變性的這個訊號 包含所有的神經系統 還有所有的肌肉系統 都會產生神經電訊號 都會產生電訊號 Sorry 而且呢產生這個電訊號 就因為鞋管在體內嘛對不對 這些組織也都在體內嘛 所以它在體內傳導的時候 其實電子是不是很大的 我們之前講過 軀幹的等效電阻 其實只有100歐姆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你今天任何一個地方 產生的電訊號以後 它都很容易會傳遞到 血管上面 然後被你的電極收到 更加上呢 我們今天協議在流動的時候 難免一定會產生一些motion 這些motion跟我們的電極本身呢 一定會產生一些位移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會產生一些電信量測上面的refact 這我們之前在electro那個地方有講過了 OK 最不幸的就是 這些東西這些干擾呢 所產生的電位大小 跟我們剛剛說的流動 血液流動所產生的EMF 其實是大概refact差不多的scale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直接去量測的時候 我根本搞不清楚 哪一個是血流所造成的電動式 哪一些而是背景雜訊所造成的電動式 我根本分不出來 不過有人就想出一個很聰明的點子 就是說 我雖然分不出來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製造一些特性 讓它做一些改變 什麼意思呢 剛剛我們說過 磁場的大小是不是我們產生的 對不對 那我就在這上面動手腳 我們原本 外加的是一個固定的磁場 一個近磁場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來講 所製造出來的感應電動式 其實速度是不會 那個大小是不會變的 唯一有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流速改變的時候 你可能會 感應電動式會有波動 可是既然是你今天製造出來的磁場 你有辦法讓它變成是一個交流磁場 因為磁場怎麼產生的 就是通電嘛 通過電磁鐵以後就產生磁場 一般來講我們今天要控制磁場 而產生的時候 多半是利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我也可以通過一個交流電 讓它產生一個交流磁場 比如說如果我今天所產生的頻率 大概在400Hz的時候呢 那就沒有問題了嘛 因為我們知道 人體裡面所有的電訊號 基本上它大概都是在200Hz以下 對不對 它不會有一個固定的頻率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一個磁場 有一個固定的頻率 那我只要在接收的訊號以後 我特地去量測400Hz的這個 400Hz的這個頻譜的這個所對應的值 到底是多少 那我就知道 因為血流而引起的這個感應電動數量的大小是多少 換句話說 我可以利用頻率上的差異來去做分割嘛 來去做一些分辨 對不對 那既然這個頻率是我可以控制的 那當然這個分辨率是很容易的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可以跟背景雜訊把它做分離 因為背景的背景 這些noise來說的 它其實頻率都是比較低的 講完了 好像沒有問題了對不對 可是還沒結束 為什麼呢 法拉利還告訴我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環狀的這一個線圈 OK 它的感應 它的那個 我們說 magnetic flux 磁通量 隨著時間會改變的時候 那我們也在這個環狀的線圈上面 會量測到電流 或者是你也會產生另外一個感應電動式 那這跟我們現在講的有什麼關係呢 怎麼 我們哪裡會有一個環狀的線圈 來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這張圖 OK 我們剛剛說 今天我擺放的電極在這兩邊嘛 對不對 那既然你今天電極要在這兩邊 很合理 旁邊一定會有導線繞過來囉 然後呢 裡面是不是都是導體 都是流動的血液嘛 對不對 所以它都是導動的狀況 所以換句話說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一個 這三點連起來 應該說這一個 半圓形的地方 適成是一個環狀的導體 這個環狀的導體呢 現在磁場在什麼地方 在上下的這一個方向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血管跟磁場 是垂直的狀況之下 這一個截面積跟我們的 這個磁場的方向並不會有交角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磁通量其實是零 我們剛剛那頁裡面 我寫出磁通量的公式 磁通量的公式是 這樣子 這個是磁場的大小 這個是那個環狀的面積 OK 線圈的一個面積到底是多少 OK 然後這個中間是 內積 OK 所以 面積的方向是它的 髮向量的部分 你看它的髮向量 如果跟 它的髮向量 就等同於血管的流向嘛 對不對 所以血管擺放位置 如果跟我們的磁場 剛好隨時的時候 內積等於零 所以你今天就算磁場變化 你的磁通量都還是零 可是如果你請考慮一件事情 今天血管不是 鋼性的這種水泥管 或者是金屬管 它是有彈性的 所以當你在旁邊 加上了這些磁場的時候 其實它很容易 有一些彎曲的狀況 你也可能沒有辦法把它擺得剛剛好垂直 一旦你沒有辦法剛好垂直的時候呢 也就是它們的膠角不再是90度的時候 你的內積就一定會產生出一個分量出來 OK 這個分量會跟什麼關係呢 跟你的磁場大小有關係 跟你這個截面積的大小有關係 還有跟那個截面積的夾角會有關係 OK 再來 夾角可能隨著時間不會變化 面積大小也不會隨著時間變化 但是我們剛剛說什麼 磁場會隨著時間變化 因為我現在輸入的是一個交流的磁場 對不對 換句話說 這個Term是不是會隨著時間變化 當磁通量會隨著時間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說它會產生一個感應電動式 沒錯 感應電動式隨著時間的微分 其實就是 sorry 磁通量隨著時間的微分 其實就是你的感應電動式的大小 所以換句話說什麼 我們除了剛剛那個EMF以外 其實我又產生了另外一個感應電動式 而且呢這個感應電動式呢 它的頻率跟你的磁場的頻率是一樣的 也是400Hz 所以它沒有辦法跟血流所產生的這一個EMF做區隔 在頻率上面做區隔 這個就是我們在下面這一段所講的意思 鞋管跟磁場的方向沒有垂直的時候 磁通量就會有分量 加上我們的磁場又是一個交流的磁場 所以它會隨著時間改變 既然它會隨著時間改變 它也會產生一個感應電動式 這個感應電動式 跟我們剛剛說的那個電動式 其實它的頻率都是一樣 因為它都跟我們的磁場相關 只是它會有一個特徵上的差別 它的相位角會差90度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我們說我們的磁場是一個交流磁場 對不對 有一個固定頻率比如400Hz 那既然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代表的是我們的這個B 它不是一個constant 它可能是一個類似像 B0乘上sine OmegaT 這樣子的函數 對不對 正旋波的函數嘛 最簡單就是這樣 這裡面的Omega 大概就等於2π乘上400Hz OK 所以我先Rough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表示 這個東西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公式 假設每一個位置的速度和磁場的大小都一樣 OK 所以你會變成U乘上B乘上L嘛 對不對 這三個東西的成績 所以換句話說 你因為血流所產生的這個EMF呢 它大致上會跟B乘正比 跟磁場大小乘正比 跟磁場大小乘正比 跟磁場大小乘正比的意思就是 它跟原本的正旋波的波形乘正比 它的變化的方式跟原本的磁場變化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我要講下面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告訴你說 我今天因為方向不平行而導致磁通量 是一個變化磁通量 所製造出來的感應鏈動式 OK Roughly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是什麼呢 它是磁通量 對時間的微分 也就是對這一項去做微分 對這一項來講的話 這個項的成績跟什麼有關係 我們說跟磁場大小有關係 跟角度有關係 跟你的面積有關係嘛 可是呢 假設在這段時間之內 面積不會變 夾角不會變 所以換句話說 它只會跟你的磁場大小有關係了 對不對 我可以這樣假設嗎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它其實是跟 磁場隨時間變化的這個值 也就是對它微分的值是有關係的 可以接受嗎 你把它對時間做微分 等於你對這個東西做微分嘛 B0是一個concent 所以微分不會改變 會改變是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其實不是跟sine成正比 而是跟cosine成正比 所以這兩個意思是什麼 今天我根據一樣的磁場 去量測出這兩個不同的模型 假設我能分出來的話 我看到一個是跟原本磁場的大小是同向 都是sine 但是另外一個是cosine 意思就是這兩者的相位差的90度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90度的相位差 其實是在正弦函數裡面的這個角度上的差異 OK 既然有差異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差異來去做一個整流器 去把我想要的訊號給濾數出來 所以除了頻率上面的差異以外 我們還需要在相角上面呢 做一個整流器 把我們想要的這個相位給拿出來 OK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排除那個 感應電動室所產生的這個分量 然後只留下血液 血流所產生的這個EMF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圖告訴各位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輸入了這個磁場線圈裡面的電流的樣子 假設我們是一個sine 對不對 sine的函數 所以你產生的磁場大小也是一個sine的函數 因為磁場大小跟電流大小成正比 OK 再來呢 Transformer Voltage代表的就是感應電動室 也就是當我磁通量不再是一個concent 而是隨時間變動的時候 所造成的一個感應的電動式 這個時候它就會變成像是一個cosine的波形 為什麼我們在那邊導播了 因為有一次微分的關係 就會把sine變成cosine OK 所以我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說 我今天要保留flow所產生的voltage 因為對於flow所產生的voltage來講 它跟我們原本的sine是成同向位的一個狀況 因此呢 我們就要根據這個向位的差別 保留這個同向位的部分 而去除那個差角濕度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用數位訊號處理的方式來進行 也可以用電路的方式來進行 就可以獲得這樣的結果了 OK 好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那這個做成成品以後到底長的什麼樣子 它其實就像一個勾勾一樣 扣上你的血管就可以用了 OK 所以它其實都是把這些 產生磁場的線圈 還有那個電極 表面的電極 做在一個環狀的這個結構裡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右邊這個剖面圖 這邊的線有兩種 一種是實線 一個是虛線 實線的部分呢 就是用來產生這個磁場的 所以你只要通進去的是一個交流電的話 你產生的就是一個交流磁場 那虛線的部分就是這個 它會黏附在這個 電磁流量器上方的一個感應電極 專門要用來量測 血管的量測所產生的這個電位差的 OK 那量測的電位差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伸出去 那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訊號去估計出血流的速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個電極其實是做在這個 原件上面的 所以 換句話說 當今天血管的大小不同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當然不能 沒辦法去去調整這一個 隨機的去調整這個線圈的寬度 所以我們會製造很多不同孔徑的這個電磁流量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支 它其實裡面的孔徑是不一樣的 我們會根據今天想要量測這個血管的實際 去選擇適當的這個電磁流量器 OK 那下面甚至這邊都有比例子給各位看 它的內性大約就是在幾個mm這個scale OK 可以齁 那所以換句話說 你在做這種順時的這個血流速度量測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所謂的電磁流量器 Electromagnetic Flow Meter 把它擺放到你的血管旁邊去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蠻輕入式的量測 因為你要看到血管 碰到血管你才能夠量 OK 因此它多半在檢查的時候 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而是在手術的過程當中 通常搭配手術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去扣幾個重要的血管 去知道它裡面的流速是什麼樣子的 尤其你可能要做到一些 心臟相關的手術的時候 這個東西可能會比較重要一點 OK 那除此之外 在一般的其他的這個 臨床的檢測上面的時候 其實比較不會用這樣子的方式去量測試 好到這邊有問題 那可以的話 我們來講一下第二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 其實我們剛剛也有稍微提過 就是我們的超音波 超音波它概念上面 大家應該有聽過一次 所以應該比較能接受 它其實就是頻率超過人體聲音 可以接受的這個音波 那音波的話其實是需要介質傳遞的 所以我們說它是跟電磁波不一樣 電磁波不需要介質傳遞就可以傳導了 但是聲音音波或者是波動的話 這些是屬於介質波 它需要那個物質的一個傳導 包含像空氣分子的傳導 或者是體內這些組織的一個傳導 都是OK 那它在不同介質裡面傳導的速度會不太一樣 那這個波動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人體本身不會產生超音波 有些動物可以 像蝙蝠這些這類的動物 它其實可以產生一些 我們聽不到的一個波動 可是容體不行 我們基本上 可以產生的範圍就是 就是那麼多而已 OK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在體外製造出超音波 然後送到體內去 那它送進去以後 在不同組織之間 它會有一些波動的特性 包含像的入射 反射 這些事情它都會產生 那尤其在通過不同組織的介質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些比較明顯的反射 那所以我們其實在一般的超音波 它是一種影像的工具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反射波 來去知道主要的介面在什麼地方 我這裡所指的主要介面 包含像器官的介面 包含像骨頭跟肌肉之間的介面 這些都會產生一些比較明顯的一些回波 那我就可以根據這個回波的時間 來判斷出這個組織的介面 在體表多深的位置 我就大概可以知道 體內的這個結構排列大概是什麼樣子 OK 那因為這個超音波需要的是 非常高的一個頻率 大家的頻率大概是在幾個MHz這個scale 所以這麼高頻的震動 大概通常我們都只能使用壓電材料來製造 因為它在高頻的時候有一些比較好的響應 OK那壓電材料Pizzo Electric Material 這個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我們之前在Sensor那個地方有花一點時間去講 它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材料 如果你給它交流電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些形變 或者是說你給它施力的時候 它也會產生一些壓叉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製造超音波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通入非常高頻的電流 多高頻呢 你今天要幾MHz 你就要通入幾MHz的電流 是MHz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高頻的變化 它就會隨著這個電位的改變 去影響它經格的結構 就會產生同樣頻率的震動 OK 所以你今天要產生2MHz的這個超音波 你就是要送2MHz的交流電進去 那送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了適當的超音波 然後打到你的身體裡邊去 超音波撞擊到不同的組織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回波 部分穿透部分產生反射 OK 那當然也包含了一些其他波動的效應 像那個衰減或泛射之類的 不過那個就不在我們討論放的一次內 我們真正接收到的訊號是 產生的反射波 在通過不同組織之間所產生的這個反射波 OK 所以你的超音波探頭 除了要產生訊號以外 也要接收訊號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超音波探頭的結構 它多半都是這樣子 它就是有一點點 前面有一些探頭的接觸面 然後通常來講它的大小 會適合操作人員的手去抓取這樣子 OK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其實最重要的 這邊有好幾層結構 我們在這個地方不會多說 我們會流到那個醫學影像裡面 在講超音波影像的時候再說 但是這邊有一個最重要的結構 請各位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你的探頭的前導這個地方 也是我在這邊的最亮的白色的地方 這個其實是一個Pyzoelectric element 借電的一個 所謂那個壓電的一個材料 所以呢 外界的電源送進來 從這個地方 Cable送進來一個高屏的交流電 到我們的那個壓電材料的兩側 它就會 它就會產生相對應的一個形變 然後從這個地方 送出超音波 然後注入到人的身體裡面去 好 那打進去以後 我們說重要的是 你還要接收嘛 對不對 那接收到什麼東西接收呢 用一樣的壓電材料就可以接收了 為什麼 因為它利用到的就是另外一個特性 當你有硬力的改變 造成壓電材料的震動的時候 它也會在壓電材料的兩側 可以吸出相對應的一個電位差 OK 所以它就可以適當的去把這個訊號給接收起來 這樣子 好啦 那這個東西到底跟我們的血液流速有什麼關係呢 那也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剛剛就說過了 今天如果你的代測物體在移動的時候 你的反射波就會產生頻率的變化 那剛剛的狀況底下 就是我們之前在講 間接式的量測血壓的時候 我們說因為血流的方向 跟你探頭的方向是垂直的 這個時候你可能看不出那個頻率的差異 但是只要它一旦它不平行的話 也就是你今天超音波打的方向 接近於你的血管的流速的方向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根據它的頻率位移 來去推測血管裡面的血流到底是多大 OK 他們會有一定的關係式 所以這個就是在那個超音波影像裡面 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會去推測血液的流動速度 到底有多快 那一般來說呢 這一個我們會把這個頻率的偏移呢 經過換算之後呢 變成速度 那這個速度呢 通常來講 會用一些不同的顏色來表示 就是速度的方向和大小 因為速度有正的有負的嘛 它是具有方向性的一個向量 那直接一點的話 就像剛剛的 我們甚至可以把這個Delta F 接上麥克風聽出來 OK 那基本上呢 它因為使用的是一個超音波的探頭在體外的量測 所以它是一個非侵入式的方式 它不需要把探頭放到血管旁邊 才能夠量測到結果 當然如果你有辦法把探頭放到血管旁邊的時候 你的量測結果會更準確 OK 因為中間不用隔過那麼多的這些不同的組織嘛 那你的穿透效率都會好很多 只是你今天在體表上面做量測應該也會得到一些結果才對 OK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都不樂的效應 如果今天物體有移動的時候 其實你感受到的頻率是會比較低的 如果你的接收段在這個地方的話 相反的 如果你的位置是在遠離移動的方向的時候 你接收到的頻率就會比較低 那你頻率的改變量會跟你移動速度會有很大的關係 OK 這個就是使用這個都不樂模式來去計算出速度的超音波影像 OK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有一些灰灰白白的地方 這個代表的是那個組織在皮下的部分的分布的一個狀況 其中上面會有一些彩色的資訊overlay在上面 這些彩色的資訊的代表就是血管裡面血液的流速 比如說在左邊這個地方它就去照那個肺動脈的部分 sorry 肺靜脈的部分 pulmonary bed pulmonary的話是肺的意思 OK 這是比較臨床上面的使用的用語 我們不是用Long 我們是用pulmonary這個字 OK 它是一個左肺靜脈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有一些流速這樣子 OK 那相反的你在旁邊你也可以看到一些藍色的地方 這個藍色其實也是一些流動 只是它們流動的方向是相反的 通常來講我們會用一些暖色系跟冷熱系去區分兩種不同的流向 一個是遠離探頭 一個是靠近探頭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去定義看你要怎麼樣子用哪一種顏色來標示哪一種方向 只是通常慣例上面來講的話 冷色系的部分也就是藍色系的這個部分 它所顯示的是靠近探頭的流速方向 反思暖色系的是遠離探頭 原因很簡單 因為往你的探頭流過去的時候 就是你的流速方向是往你的探頭接近的時候 你所產生的Delta F是正向的 頻率會變高 頻率變高的話 在我們的可見光的光譜裡面 比較高的頻率對應到的是藍光 所以頻率變高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有一個物理的名稱叫做Pull Shift 往藍色的那個地方做偏離的動作 Pull Shift 反之如果今天是遠離 會造成的頻率下降 頻率下降的話是Rate Shift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會用暖色系來表示遠離的血流這樣子 OK 那甚至在不只是只有血流 只要是所有會動的東西 包含像心臟的肌肉 其實也可以用那個Do Blur的模式來判斷 它移動的速度是多少 比如說右邊這個其實它去看的就是心臟的跳動 OK這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剛剛使用的是用超音波的Do Blur效應 那事實上今天的Do Blur效應 並不僅限於超音波嘛對不對 所有的波動都可以 只是剛剛我們的素材 我們剛剛的波動是屬於超音波 它是一個介石波 那如果今天是別的波動的話呢 其實只要經過適當的利用 它也會產生Do Blur的效應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第三種方式 Laser Duper Flow Meter 我們就是使用雷射光打到組織之後 一樣因為血液會流動 所以它所產生的反射或是散射這些波 它會有一些頻率上的變動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個頻率上的變動 去回推速度的大小 這個就是使用雷射的方式來做出的這個血液流量計 那在一般來說我們採用的雷射呢 通常是紅光雷射或是紅外光雷射 這兩種波段 它的波長大概是在630到780這個range裡面 為什麼要使用這個波段的雷射光呢 或是使用這個波段的電磁波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波段的電磁波對於體表的穿透性比較高 OK 這很重要喔 因為你如果不能夠穿透的話 代表你沒有辦法碰到那個紅血球嘛 對不對 沒有辦法碰到紅血球 你要怎麼樣產生反射波 別忘了你要先穿進去 然後再反射出來 是兩倍的距離 OK 那對於絕大部分的可見光來說 或是我們的紫外光來說 它其實都 穿透身體的能力其實是很差的 如果穿透能力 身體的能力很好的話 那你應該用可見光 就可以看到你身體裡面的結構 你可以看到你的骨頭肌肉還有血管才對 事實上你看不到嘛 因為皮膚在這個地方 你的可見光其實是很難穿透進去的 OK 那就算是我們認為穿透能力比較好的 這一個紅外光或者是紅光 它的穿透深度大概也是只有幾個mm而已 幾公里喔 事實上講準一點的話 可能大概是在一兩公里這樣子的scale而已 OK 這樣子就已經算是很好的一個穿透性質了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其實要使用laser 來作為訊號員去量測流速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穿透能力 真的很低 除非你直接把那個雷測擺到那個血管裡面去 OK 不然的話它要做這個量測其實是有它的困難度 即便如此呢 它還是可以產生一些反射波 只是 因為它的穿透深度只有一兩個mm 所以你會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使用laser duper 4mm所量測出來的血液流速 絕對不會是大血管裡面的流速 不會是你動脈裡面的 也不會是你的靜脈裡面的 甚至不會是你的小動脈裡面的流速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根本碰不到 對不對 所以它量測出來是哪裡的流速呢 會被反射的 是由哪裡的紅血球被反射出來的雷射光被接受到呢 其實是體表 體表的微血管網絡裡面的微血管 OK 它裡面也會有紅血球嘛 紅血球也會流動嘛 對不對 這些流動的過程當中 只要它的運動方向不完全跟雷射光的方向垂直的話 它都會產生一些頻率的偏移 你看到的是這個現象 不過也就是因為你看到的是微血管裡面的 紅血球的流動方向 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它跟大血管裡面的紅血球的流動 有很顯著的差異 在於流動的方向並不一致 流動的速度也不一致 它會比較像 有點像Random Distribution這樣子的概念 OK 因為微血管跟大血管不一樣 大血管有一個固定的方向 微血管是一個網絡 所以它是往四面八方去流動的 所以呢 各個方向 不同方向的這個 紅血球所產生的反射波 它的頻率偏移 會跟它的方向有關係 跟它的流速有關係 這都不是 都沒有一個Constant Value 都沒有一個大約一類的值 所以我們看到的反射波 看起來它在頻率上 其實是一個散開的現象 OK 那流動越快的這個微血管網絡 它散的其實會越開 因為它所產生的Delta F 它的範圍會更廣 OK 但是商號 藉由一些模型的建立 我們還是可以去稍微推測 局部位置微血管的網絡 流動的能力 OK 它帶來的生理資訊是不一樣 它不是血管裡面 到底血流的多快 它是在這個局部的組織 體表組織裡面 微血管活絡的狀態 是什麼樣子 OK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如果今天的活絡狀況 越好的時候 它在頻率上的分佈 其實是越廣 所以它是一個Spectrum Bordering 這樣的一個效應 這邊有一個圖 約略的來告訴各位 它的整個量測的過程 一樣它需要一個雷射的光源 產生一個單一的電磁波打到皮膚 打到皮膚之後呢 它會產生反射 那我們要的不是在體表馬上反射 是有一點點穿入到了體表下方 所產生的這個反射波 尤其是撞擊到紅血球 所產生到的這個反射波 或是這個散射的現象 因為這些紅血球會動 會動產會有頻率的改變 那由於它流動的方向不一致 流動的速度也不一致 所以你看到的這一個頻率改變 比較像是這個現象 這邊的β代表的是那個頻率的數值 那原本的βL 就是你今天送進去的這個頻率大小 你看到的是一個頻寬變寬的一個效應 那根據一些數值的計算 你可以大致上去反映出局部位置 它的血流的擴散狀況是怎麼樣子的 其實我不應該講擴散這個字 因為擴散代表的是diffusion 它比較像是perfusion perfusion perfusion代表的是微罐流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laser duper formmeter 可以齁 好,最後我們再講最後一個方式 這也跟醫學影像的方式是有關係的 同樣它也是飛氫入式的 它跟超音波一樣 跟那個laser duper一樣 它都是用飛氫入式的方式 來做一個量測 所以它不會對你的身體造成一些傷害 好,那跟剛剛不太一樣 就是超音波還有這個雷射光的這個量測儀器 它其實都不會太大 都小小的而已 超音波稍微大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還是可以帶著走的 可是MR scanner就是這個磁共振造影儀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設備 所以沒有辦法跟著人走 所以必須要去固定的地方 來去做掃描以及做量測這樣子 OK,那這個東西的話很抱歉 因為我們主要的這個原理 還是會等到醫學影像的時候 才稍微講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辦法跟各位介紹 這個MRI運作的原理是什麼 MRI的它是 magnetic versus image 的一個簡寫 那翻成中文的話是磁共振造影 OK 但是我們大概稍微講一下 MRI的這個成像的訊號來源 是來自於你的水分子裡面的氫 氫原子核 這是為什麼它會有那個 有的那個中文 會把它翻譯成核磁共振造影 那個核其實是指的是氫原子核 OK 那這個氫原子核 它可能會產生一些訊號 讓我們量測到 那換句話說 我今天量測到的這個東西 這個訊號源跟你水分子的分布是有關係的 那同時間我們也可以利用一些 利用一些原理 讓這個流動的水跟靜止的水產生一些差距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量測出這個速度的information OK 比如說左邊這個部分呢 它兩側 這是在一般的MRI的影像上面去照那個胸腔的部分 它的切面方向在這個地方 是這個身體的橫切面 OK這個方向 然後大概位置是在我們心臟上方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血管從這邊跑出來 包含像主動脈肺動脈 還有那個上下肢大動脈之類的 OK 像這個地方 這根最大的地方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主動脈 OK 那這一個呢 其實也是主動脈 只是我們主動脈上來的時候 其實是有個arch OK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話 可以回去看一下那個 前面我們有一些心臟的結構圖嘛 對不對 主動脈上升了之後 它其實是會有一個分支再往下跑 其中會分出上肢大動脈跟下肢大動脈 那這個剛好就是介於這個分支的地方 所以它會有上流下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方式呢 去量測出這些動脈裡面的流速 比如說這個就是 這邊下面這張影像 代表的並不是水分子的一個分部 它代表的是這個水分子的流速 其中這個比較亮的地方呢 代表就是往下進入這個投影部幕的血流 在人體的方向就是往下的 OK 那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 穿出投影部幕的這個方向 那以人體的方向就是往上 那這個case裡面 你可以發現主動脈裡面有一些黑色 有一些白色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這個人是有一些那個半模不全的一個現象 所以它產生了動脈的逆流 比如說理論上來講 它應該會往上流才對 但是它的動脈沒有辦法完全關起來 所以在出張期的時候 它的動脈其實會產生逆流的現象 會流回去 OK 所以這個其實在這樣子的影像機制裡面 我們才看得出來 如果你使用剛剛的這些 比如說我們挖一個電池流量計上去的話 你是可能是看不出來的 那甚至我們也可以印證一下 我們剛剛說的 在這個圓柱形的這種水管或斜管裡面 其實裡面的流速它其實會隨著位置而改變 絕大部分的流液體的話 它流動速度是會呈現一個laminar flow的這樣子的一個波形 所謂laminar flow就是它其實在中心的地方流的最快 在旁邊的地方流的比較慢 這邊的縱軸是代表是流動的速度 OK 所以大致上讓各位知道一下 讓各位知道一下 其實我們是可以去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那除了血管的流速以外 我們還是也是一樣同樣可以去看出那個 組織裡面的perfusion的一個狀態 像這個影像技術裡面 我們甚至可以去把每一個像素 每一個位置的這個腦血流的大小 腦血量的大小去把它偵測出來 這裡你看到的 有一個叫做RTT 一個叫做RCBV R代表的意思是relative 相對值 所以它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值 它只是一個相對的數值 CBV的話呢 代表的是Cerebral 這個就是我們的腦血流 單位時間通過的血量是多少 那MTT的話是 那MTT的話是 平均來講那個地方的血流 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夠穿透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可以去那個 辨別我們現在的血量 這個腦血流是不是在一個正常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在這個人裡面呢 血流上面的分布來講的話 看起來還算正常 因為它是左右對稱的 只是這個 右側的地方看起來 血量稍微小一點點而已 但是在左邊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在 月亮的數值代表是需要時間越久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半側所需要的時間 是遠高於這一半側的 OK 所以它可能在腦部的功能上面 其實是有出現一些問題 才會這樣子 OK 那Anyway 這只是剛剛各位講一下 其實我們一直嘗試的在用 在臨床上面 我們一直嘗試用不同的方式來去偵測 不管是血壓也好 或是血流也好 這些資訊 因為它在臨床上面 其實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它可以讓我們知道 循環系統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OK 那我們今天就上過這個地方 謝謝